嗨,YouTube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嗨,大家好,我是尖虹 今天呢,7月29号是马来西亚六州选举的这个提名日 那我们身为之前有在大选上升过的这个落选人 你讲候选人,我就要讲你落选 是,我知道这个以后就成为我的其中一个代名词了 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换另外一个名字叫中选人 那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提名的程序 还有一个提名的经验这样子咯 首先,在前一天呢,其实都是作为一个准候选人 其实心情是非常紧张的 是,你要check文件是吗? 有很多包,最好每个都填好表格了 对,所以我其中有一个终于可以看到 是在这里吗,这里吗 就是有,之前我有一个分享了 我在提名,做提名表格的时候的那个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当天早上,或者是在前几天呢 你都会一直有一个焦虑症 是,你的IC到底有没有keep好它来 我的钱包有没有在我身边 还是要把IC锁进保险箱 等到那天再拿出来 是,当然你锁在保险箱的时候呢 你又会担心我 你的IC时常要看一看它有没有在身边 所以的确是有一个 作为每一个候选人来说呢 我都是智商非常,我都是非常敬佩你们的 因为我也知道,我也体验过 那个焦虑的心情是多么的大 那个压力是多么的大 是,特别是你没有一个 你如果不是专职政治工作者 没有一些秘书啊,帮你处理的话 你全部自己来,哇,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而当天早上,因为早上的那个提名日 是,提名的时间是早上9点嘛 对,一个小时而已 一个小时 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在7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到现场了 去准备啊,怎么样的 其实真的不用那么早去现场 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人 last minute就走进去 然后交往就走出来了 是,当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今天呢,这个提名日呢 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是我们在以前的提名日 都没有看过的一个情况 就是,西蒙还有国阵的支持者呢 终于走在一起了 以前每一届大选的时候 每一次每一届周选的时候呢 那个警察他们都为了要 要避免这个冲突嘛 他们就会把一条路 分成几个部分的 你是西蒙的 你是在这边 你是国阵的,你在这边 你们两个人最好不要面对面 不然你们打架 我们警察会很难做 没有错,而且如果你是独立人士的 他就分你一个地方 最角落地方,你们有多少人的啦 在今天呢,我们终于看得到呢 这个红蓝呢,终于融合在一起了 变紫色了 变紫色了 所以在很多那个西蒙的支持者 或者是国阵的支持者呢 他们也说 哇,我第一次穿上这个 国阵的衣服 我很不习惯哦 以前我一直以来都是穿红色啊 然后就是那个火箭的支持者啊 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个也是需要大家去熟悉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的 一个磨合期吧 不知道这个磨合可以last多久耶 很多时候哦,大家都会在讲说 哇,你今天你们去骂这个巫统 像,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等一下那个巫统挑去这个国盟的时候 你还是要不要骂牧童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就有这个认输跑出来了 是,所以做人留意线,日后好相见 我们就不要在政治上呢 去得那么,做得那么近啊 就是,这个搞不好 等一下明镇有几席出来的时候 大家又要跟他抢这个合作了 是,这个的确是 在政治上呢 今天握手明天发年 我们是,或者是今天发年 明天做好朋友 我们也是一个常态 当你,当有一天 阿摩札希能够成为西哥 加马,能够成为加马兄的时候 我们就想,在政治上呢 我们的确,最重要的 不要去,我本身的那个看法 就是不要去崇拜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吧 同时也不要去仇恨任何人 不要去崇拜任何人 也不要去仇恨任何人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你去想,哪一个东西 哪一个政治人物他给你的东西 offer你是最好的 这一次大选,六周大选里面呢 有好几个不同的势力 就是有,尤其是呢 是有这个Muda跟PSM 组成的不懂是不是 成气候的第三势力啦 个人上我是蛮热见其成啦 而且特别是我会把它跟 最近泰国的局势 包括说他们过去洪山军啊 一直以来到最近的 新的势力台起 所以我会觉得 呀,我很期待 他们能够做出什么东西 不过我个人不觉得 他们这一切会赢啦 没有错 但是呀,可能是五年后 十年后咯 对,政治真的是一个 很漫长的马拉松来的 我打个比喻 很多政治人物呢 他是竞选了两次 三次 第四次才中选 四次下来就要二十年了 对,四次下来就要二十年了 然后很多一些政党呢 可能要经历了 好几次的这个大选的时候 他才能够有一些 能够看到 能够执政 比如说 民主行动党 就可能是 奋斗了四五十年 他才有今天的这个成绩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 成功不在于我 但是成功之中由我 还有一句话是 我们经常来笑的 就是 DAP很常讲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所以 今天无论你是以这个 第三势力上阵 或者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 那我都在这里勉励大家了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 是一个你人生中 很不一样的这个经历来的 你就好好去享受他这个压力 好好去跑每一个行程 好好去跟你的选民去握手 好好地把你这个从政的理念 通过这十四天去表达 去向社会 去向任何的一个 跟你接触的人 去传达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就是无惠 无惠一声 有一个政治评论员说 他说任何以独立人士上阵的 他们都是意气用事 尤其是那些得不到政党 推荐上阵的那些地方领袖 他们就以独立人士上阵 他们就是意气用事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我也不否认 可能在当中真的是有这样的 我觉得在这么多个独立候选人当中 不排除有一些人是这样子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也是在行使 他公民权的部分的权利 没有错 所以我在想 那位政治评论员 你本身 如果你是秉持于这个民主 或者是 这个希望马来西亚的 这个选举制度 能够变得更好的话 那你应该是要多一点鼓励了 而不是落井下石 好啦 我就是讲胡启冲 胡启冲他就在他的这个 有一个影片里面 他就在他的影片里面呢 他就契落一些独立上阵的候选人 他说你们就有成为这个 千古罪人的这个可能啊 这个我觉得真是思想很狭隘啦 因为他这种说法就是说 PAS赢了那就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 可是这种想法其实本质上 是很违背民主的精神的嘛 如果今天真的偏赢了 那我们无可否认的是 他一定是有群众支持 那就是他们代表着 那部分人的名义 所以你不能够讲说 谁赢了 谁就是千古罪人 谁就是祸害 这很违背民主的思想啊 对 所以胡启冲 你这样子说的话 我是觉得有欠公平啊 你可能说他们意气用事 我这个没有否认 因为这个就是本身的 一些人的一些情绪嘛 对 但是如果你是说 他们可能无论是能够搅聚也好 或者是你说他们是能够成为民主罪人也好 千古罪人也好 我觉得拜托不要再传递这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是很仇恨很狭隘的 没有错 如果说真的西蒙被搅局输了一两期 那我们其实也更应该讲说 你是不是做的努力不够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做的东西是对的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检讨的空间 那方向对了就是practical上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去解决一下 对 尤其是你本身是一个那么有影响力的 这个时事评论员的话 你应该是要关注多一点 可能比较正确的一些 对于这个民主发展 有利的一些想法给别人的 这时候我就要推荐一下 大家可以去关注六分钟 看六周选举 那边有很多没有政治口水的 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政策 你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新闻 是 当然李伟康这边还做得很好 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知道可能有我的观众里面 大家有一部分是阿中吹水战的一些 也有看他们那一边 所以也不是说大家要去仇恨怎么样 不过如果我自己看得到 我自己觉得有意见的话 也麻烦可以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 我们两边说的事情 它的那个对我们马来西亚民主发展 哪一个才是有好处的 我当然明白 马来西亚并不是这一个比例代表制的这个制度 我们就是first part of post 对 它这个制度呢 真的是对这个小党 对于我们独立人士上阵来讲 是非常不友好的 这样你怎么样 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格局呢 对 你胡起冲 你本身也是一个 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时事评论员来的吗 甚至我会说它的影响力是 赢过一些小党 例如PSM 对 政治现实 对你来说 对我觉得是一个 现实 我们就把 我们有意说意而已 这个是 我本来都不要讲这一个口头禅 因为这是红绿式的口头禅 不过我也是要补充一下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第三势力 我就补充一下第三势力存在的价值 因为很多人说 独立人士是意气用士 第三势力是角局 那如果说今天我觉得西盟 或是说团结政府 他的表现 他的改革 不如我所预期的 那我要如何告诉他 那我投给第三势力 哪怕今天第三势力 不管是输了 我也是告诉西盟 你看到吗 这个他也是一个大型的民调 我要的是这个方向 没有错 他可以给西盟 或者是说给改革派一个参考 不然他们说 反正我怎样做 你们都会支持我 那就是可能我就选择 对我最有利的方向 但对政党最有利的方向 并不代表就是对全民 对公民最有利的方向 而且如果每一个一席 你都是觉得你是能够躺赢的话 那你本身就会失去了 跟民众接触的那一个 你就不会把民众的那个心思 放在你第一个顺位里面了 不会放在你的priority里面了 所以无论如何吧 在这里是希望每一位 能成功提名的候选人 好好享受接下来的14天的竞选期 也祝福各位呢 要注意身体 不要把自己累坏了 所以在这里这一节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嗨 YouTube 大家好 我是李伟康 嗨 大家好 调一调那个麦线 有点低 OK 我还可以吧 你看看 Testing 1 2 我的还可以吗 画面 可以 你看画面我看谁 好 可以吗 Mintest 1 2 Mintest 1 2 好 OK 好 再来一次 嗯 没有 直接来 30秒吧